剛剛早上大概八點多的時候 突然突然來一個超級大的地震 因為我們是在新店嘛 所以我們好像在家裡從來沒有感受到這麼大的地震過 Jenny剛剛有嚇到嗎? 突然晃晃晃對不對 那時候我在外面 然後Wendy跟兩個寶寶都還在裡面睡覺 然後我就趕快馬上衝進去 因為真的我覺得從他一開始在晃我就覺得不太對 就覺得蠻大的 然後趕快進去把Jenny抱起來 然後我們這一次地震又還蠻久的 我覺得體感應該至少有個30秒吧 30秒以上 然後就 對 我們就有聽到外面的聲音 就後來出來看 就變成這些啊 因為你看這些 這個就是之前有裂開 就是我之前曾經有把這一條劈起來 就讓它看起來很平整 但是因為這次地震所以整個又裂開了 這邊整個這些 呃 又裂開了 這些 氣的部分啊什麼都裂開 然後 這邊也有一點 這邊 原本好像也沒有 就是這邊 會有一些地震的痕跡 最慘的應該是這個 這個 我們浴室的這個磁磚啊 這裡 你看中間這邊 整塊掉下來 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這個 又剛好這個鏡子擋住 所以 可能就把這邊清一清 但也不會幹嘛 就 如果它不會掉下來 整塊的話 應該是還好 這邊畫都倒了 畫都倒了 蛤 現在有魚站 現在有魚站喔 有耶 好 那 我們要準備出去上課了 希望大家都平安 然後家裡都沒事 好 先這樣子